第二節 後面這條新聞是否有少許標題檔呢 很厲害 它們有種蟲蟲蟲 我一看到就立刻彈給你 Google 我們之前提及過 他們做了一個量子電腦 我們當年提及過Sycamore 即是說現在這個量子電腦可以透過一個量子電腦 做了一個小型的蟲蟲蟲 基本上裡面有幾個概念 即使我們說這麼多次 都要重新介紹一下 第一件事 Google 的量子電腦 你可否介紹一下是甚麼呢 首先 量子電腦最基礎的運算單元 就是那堆量子 那些量子基本上是一個單過的原子系統 或者不一定是原子 總之是一個單過的基本粒子系統 即是你說如果在電腦裡面 你是用普通0 1去表示單元的狀態 那些量子基本單元就很有趣 它可以是0 可以1 同時可以是0 又同時可以是1 它是遵從一個量子世界的運算法則 如果你說大家去撥算盤 一顆上就撥來撥去 有幾顆加減減成形除除 基本上就是一個普通的加減成形除法則 但是在量子世界裡面 你將東西所謂加減成形除 可以是意義完全不同 它是怎樣不同的 就是一定要遵從量子的法則 來看看如何將東西加減減 如果我們想運用一個單過的 量子單元來做運算的基本單元 好處就是它夠小 但是難處的挑戰在哪裡 它遵從了一個我們一般 不是覺得那麼平凡地 可以理解到的加減法則 所以大家去建構量子電腦的時候 現在一直慢慢將運算單元 加下多點加下多點 我們會知道它只需要加到程度 最後它的表現是可以超越到 我們現在已知道的經典世界電腦 這個我們希望可以盡快做到 但現在暫時還未做到 但其實今年這個2022 其實已經不停地看到一個更新 我在想其實我們是不是要連尾回顧 又要說這件事 第二個就是衝動 雖然我們以前也說過 但在這篇文中它提到1935年 The particle problem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是不是在這篇文章的論文中 是當時已經提出了這個衝動的概念 是的 這件事好像聽起來很不適合 剛才我們還在說量子世界的東西 怎樣用一個單元 量子單元來做電腦的最基本運算單元 但是很有趣的 這篇文章同時是幾樣東西炒碼 而這件事我印斯坦也會很喜歡看到 另外一方面 重動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它原本是一個 廣義相對論 說天體物理這些概念 大家就會 如果你說天體物理最引人入聖的天體 是黑洞 黑洞中間有一個Event Horizon 跌進去Event Horizon 就會不斷地跌進去中間 一個叫Singularity的地方 一個叫奇異點的地方 奇異點這個地方的特性很有趣的 能量密度無限大 引力無限大 時空曲率無限大 很多傳統的 我們知道包括廣義相對論的東西 究竟在那裡會否合作呢 我們都不知道 很大機會會否合作呢 有人甚至乎 當時 其實很早 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已經提出 其實會否 這個黑洞A中間的奇異點 和旁邊的黑洞B的奇異點 其實它們可以有能力 將那些時空拆穿 令它們暗地裡自己拼搏 形成了一個重動 就好像一個穿越時空的隧道 由一邊入來 由另外一邊出來 即是這一種可以 超越這個空間和時間限制 就是將空間接疊 然後捉穿了一個洞 令東西打通了一條平常 不會出現的隧道 這就叫作為一個重動 今個星期的新聞 我覺得很爆炸性 竟然有一個研究 是同時將這個重動概念 和剛才說的量子電腦概念 炒在一起 然後有人將它放在電腦實驗 又做到一些結果出來 所以是非常複雜的東西 只要兩樣擺不及 因為電腦不能做到這些東西出來 這個重動是一個物理現象 如果有 如果你問我理解 重動是一個物理現象 你要需要極重的質能 產生極大的引力才能做到 那你的電腦怎麼能做到呢 等於先前我們也介紹過 有人說我可以在自己的實驗室 製造一個類似黑洞的東西出來 其實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做到這些東西 它只不過做了一種簡化 或者簡化的模擬系統 它不是真的可以製造到巨大的引力 由那個引力來和你產生了一個黑洞出來 又或者它產生了巨大的引力 由那個引力去和你產生了一個重動出來 沒有人試過在地頭實驗室做得到 因為它牽涉到的能量太大 但我們有沒有辦法用其他物理手段做一些 就是它的物理條件和它是差不多的東西 譬如你說黑洞的一個最大的特性就是 東西掉下去出不回來 那我可不可以在實驗裏面做一個洞 那個洞 它是進入什麼電磁信號進去 它都彈不出來的 但我不是靠引力來吸它下去 我要靠其他東西將它總之隱藏著它 這件事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不需要透過產生 除了透過引力可以幫我們吸光 令它走不了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手段可以做到 於是我們實驗室 只能夠透過其他手段做一些 模擬黑洞周圍環境的條件 然後嘗試了解上面的物理會是怎樣 今次這個實驗也有這樣的蹤影 它沒有可能我們真的做到一個 用這個質能 巨大的質能來產生一個重動出來 但是在這個實驗裏面 它就透過一個量子系統 在一個量子電腦裏面 做一個量子系統出來 去造就一個很比於重動的物理條件 即是說有些東西可以由一邊去另一邊 為何這件事可以和量子有關呢 其實有人亦爭辯的 其實是有關的 不過你強行將東西分類成為量子系統 和天體系統 但其實兩件事可以和 其實跳高層次體 原來可能是同一個銅板的兩面 我會這樣說 這裏以我們的常識 或者大家聽過 量子系統裏面有些可以做到一種 叫做entanglement 糾纏 或者可以叫做瞬間轉移 一些叫做teleportation狀態 以及一些叫做tunneling 穿睡效應的狀態 即是說在量子系統的認識裏面 其實東西可以由一度突然數到第二 在量子系統是可以看到的 我們可否舉個例子 我前面有一幅牆 其實在量子世界 我可以穿過一幅牆過去 如果台長你的量子效應夠強 你可以穿牆 那幅牆又沒有事 你又沒有事 但你就穿了牆 但你的量子效應何時才會明顯呢 就是當你要計算數 用來代表你的debroly波長的參數 是能夠足夠小的時候 這樣才行 這個聽不明白 對 或者說一白一點 你的動量要足夠足夠 但很大很大很大的時候 你才能夠做到 這是很超現實的 很科幻 但這裡想大家知道 就是現在這一班科學家 他們企圖用量子系統 來做一個蟲動系統的比喻 它擁有著跟天體蟲動的同一個特性 就是有一些東西可以從另一邊數出來 然後就嘗試真的放一些量子訊息從另一邊 看看另一邊會否出出來 而且還驗證了一個 Holographic Principle的原理 這件事又不是那麼容易解釋 那麼它就說 即是那些量子的資訊 由一邊進來的時候 其實一路會經過去搞亂了 但是原來可以在另一邊還原出來 它發覺就是 原來他們能夠建構到這種 由量子模擬的重動系統 是能夠有效地幫我 將那個訊息一邊進去之後 另一邊出回來 而且一邊進去中間好像很凌亂 但是出回來的時候還原一些資訊 那麼我會覺得 在這裡來說 對於量子運算的意義 我就會覺得更加大 我覺得不要只看到做到一個蟲動 首先它不是做到一個 我們認為用巨大質能而產生的蟲動 只不過它用一個量子系統 做一些很像蟲動的東西 然後在這個系統裏 我們嘗試放一些量子資訊 與它相互作用 看看效果如何 以後符合我們的預期 所以這就是最大的得著 就是在這裡 你問我很詳細 它的實驗如何做得到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能夠 有足夠智慧去瞭解 看來它好像是秘密 因為在加州理工大學 其實是跟其他 例如IBM 例如其他組織 在競爭這件事 所以我其中懷疑 他現在為何不說 可能這是一個商業秘密 其實你問我 如果由我自己有限的知識去估 當你一些東西可以 放入一個系統裡搞亂 然後另一邊可以 由一個混亂的資訊還原出來 這件事在通訊中 其實是一件很不簡單的技術 究竟它如何實際應用 在我們的通訊 甚至是不能夠被其他人 涉聽到的東西 會不會在這些系統裡有關 這是我純粹自己猜想的 我會覺得它們似乎在發明一樣 量子運算的元件 多於真正去做一些天文上的東西 所以就整條這樣的題 去分散這個注意力 所以我覺得它最強勁的位置 就不是說在蟲動 廣義相對論的多維空間裡 而是在怎樣去玩量子力學 在怎樣玩量子電腦系統裡 這裏可能會發明一些新的元件出來 是這個量子電腦獨有的 而這個經典世界是不會有的 而是最後可能是有用的 雖然你說蟲動虛無緋渺 但我想理解 如果真的有一個蟲動 裡面的時間是怎樣的 我要怎樣去說呢 基本上現在我們理解 蟲動本身應該很不穩定 你真的有一顆東西穿過去 基本上就會令它瓦解了 這就是在廣義相對論上這樣說的 但其實會不會有其他的 我這裡有提到很複雜的Holographic Principle 他就說其實史提根霍金 他那天去了解那個蟲動的時候 他就說你那些粒子那些資訊 進入了進去的時候 基本上就停留在那個時界那裏 那你就可以做到 就是把一個三維空間的資訊 鎖在一個二維的平面那裏 而這個資訊你自己懂得 你可以還原回去的 所以那些叫做什麼 量子的商量子的資訊 是不會無端端被蟲動吃掉 但這個如果你聽到其實是encryption 是加密的程序 可以是 你如果用全式圖 Hologram 其實是一樣 將一些三維的資訊 encode在二維的東西 然後現在我們有能力 將它還原出來 但你問我這裏的時間 我其實不能給你答案 我為何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說到方言小說 就是我們為何去到那麼遠的 其他星球道 為何不能去到 因為路前太遠 是的 唯一的寄望就是 就是實驚無神出現的衝動 令到一個離你很遠的空間 摺跌了它 原來令到你可以很近去到 多了一條捷徑 那條捷徑是超越你現在的三維空間 它是穿過另一個圍道來比你的 是的 那裏面的如果是這樣 是否等於裏面的時間 已經是縮短度 和我們平時的時間不同 所以令到如果現在真的有惡星人 它可以很短時間來到地球 我會說是的 因為基本上它現在的這個 重動系統都是 一邊進來另一邊就出 它基本上就好像在空間走過 是的 好 相信它真正的 它的實際意義是遠比它現在說得多 尤其是在量子通訊和量子運算上 會有一個重大意義 突破性的發展 而我會說它實際上 只不過是運用了一些 已知的量子效應 嘗試去重組一些很像 蟲動的條件 但這裡我講漏了一件事 就是它們亦認為 它們這樣做的時候 是方便它們用一個 比較實驗的方法 去瞭解一個叫做量子重力論 因為現在其實你說量子重力論 很多時候還是在一個理論層面上 這個意思是否說 一個光眼核子或者一個particle 一個粒子究竟有多重 主要是量子化它們 就是這樣說的 在我們現在的量子理論裡面 有效地能夠將一些基本力統合在一起 即是我們能夠在一個理論框架裡面 理解到那些電磁力和弱作用力 強作用力是同源的 但是重力我們沒有能力統合下去 除非我們能夠很完整地建構一個叫量子重力的理論 當然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實驗裝置 我們很可能會多一個途徑 去幫我們驗證一些量子重力論的東西 如果你能夠更有效地建構這個量子重力論 其實對於整個統一理論的了解是有幫助 這個是1 billion dollar question 是的 所以這個研究是為何它會 重要的意義不僅是在量子運算面 是在整個物理學裡面 一個貼近統一理論的建構有它的幫助 即是quantum theory of gravity 是的 老實說我只能夠很皮毛 人人都皮毛了 盡力了 這集就完了 我們下一集再回來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